食品安全是台湾社会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嘉义县作为台湾举足轻重的农业县 除稳定供应优质的农产品给台湾各地的消费者外 更需为大众做好食品安全的把关机制 相关的食安问题频传 桑花馆张县长希望从管理部分 再加上检验去做好一个食安的法官 这个食安大楼成立之后 除了在做检验的这个部分 积极辅导农民做好相关采销履历记录 让我们农予去产品 它在整个生产记录上也降服一个过程 赞同政府建立食安大楼 因为这样的话有一个事前统一的机构 民间乐见政府建立食安大楼 并针对不同的生产过程提出具体的建议 以及对其未来能发挥的功用抱有期待 食安大楼最大的功用应该是就针对这些 有违规违法的情形能够有一种遏止的功用 政府预导入国外检验标准 然而学者认为应就台湾现有的标准进行改良 以国外的标准作为辅助 在后端的这个把关上面 辅佐这个检验的方式 来确保产品品质的一个安全性 在辅导农民的部分 我们也会透过所谓日本的JGAP 把日本对农产品的这个把关检验 引进到我们台湾来 因为他想要导入的是日本的JGAP 可是台湾已经有TGAP了 应该是说借由他们的JGAP 来进行我们的TGAP的改良 或者是做提升 台湾的TGAP可以在台湾做流通 但是它在出口的部分会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借由JGAP的概念 来做出口方面的改革 政府应确实执行监督机制 以及原先所设定的办法 在检验标准方面则应订定 更明确的规则 以达到食安在家的愿景 中正一报 林玉谦 张义惠 嘉义线报导